那我們今天再來看到呢 郭台銘今天做什麼 他就是整個大逆轉 他昨天不是大家講說 他在廟前面說 紅安 狼在坐 天在看對不對 結果他昨天晚上在三重夜市 他就改口說 我這句話不是在講高紅安 我是在講執政黨政府 就是說你要用一樣的標準來檢視 不要說不一樣標準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還原一下 他是9月19號晚上在北天宮 是記者問到高紅安的這個部分 郭台銘說紅安啊 人在坐 天在看 好啦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原文 我覺得我做新聞很喜歡 把新聞原文找出來 你可以看原文在這裡 記者問民眾黨中央評議會 對高紅安寄出暫停黨籍的處分 在判決無罪之前都不得恢復黨籍 然後郭台銘就說 紅安欸 我想喔 今天在廟前我要講一句話 人在坐 天在看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他這個回答 他這個回答就是 我以我的中文能力來判 我就是覺得他就在講高紅安啊 但是問題是他為什麼要改口 還是柯文哲跟他講說 哎呦 改口一下啦 要不然到時候大家都說 紅安 高紅安 他就是藍白河的瑕疵品 他就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藍白河 所以藍白河就會破局 好 那我今天再來告訴大家呢 講到高紅安的部分 他的連環報不需要伸喉咙 他的連環報不需要名嘴 他自己自爆 我跟他講這個 自爆他的東西太多了 你都要篩檢掉 我們就講最大的好了 最大的就是他的紅色建商網全部曝光 因為李正浩昨天說 新竹市火速核定了生意都更案 對不對 五個月定案嘛 今天又爆說生意的獨立董事 有兩個人 一個錢獨董 一個現利獨董 他們是介入寡婦樓百億都更的光速環評過關 哎 怎麼會這樣子一個建商的獨董來做 另外一個都更案的環評的負責人 這很怪嘛 他講的是誰 他講的是謝宏年 謝宏年呢 他就是之前的獨董 因為他是在大概六月的時候才辭掉獨董 因為他八月要通過寡婦樓的案子 另外一個呢 就是現在的獨董叫做賴以萱 這個你看這張圖這裡就有他們簽字 所以呢 就是有證據在這裡的 然後呢 在這當中 寡婦樓的環評負責人 主持人是謝宏年 那他是生意開發的獨董 他六月離職 因為他八月三號要把寡婦樓的都更案要拍板 那你看寡婦樓的這整個的所謂的環評有多快 因為高宏安之前說 這個案子是林志堅負責的 對不對 2015年就開會 可是你知道林志堅他真的是2016年開會 不是2015喔 是2016年開會 開會以後就凍結了七年 但是到高宏安五月當中就開了三次 3月14號 5月24號 8月3號就馬上過關 那你就是很快啊 而且你過關當中 你要注意看喔 3月啟動 3月啟動是什麼 3月啟動 啊 3月發生什麼事 啊 3月就是那個林美滿 把他的回建築的豪宅 租給高宏安的男朋友李中庭之後的事 所以不管是寡婦樓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的另外一個生意這個案子 全部都是3月份發動 這真的太奇怪